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我是Joyce 们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机 今天我们继续谈 《金石哲学》第24条 脚踏实地 坚持不屑 我想对于工作 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的 设立远大的目标 那当我们设定的目标 必须要回到我们的原始点 我们要开始来所谓的 一步一脚印的扎实前行 谈到所谓的企业经营哲学 其实非常简单 企业领导者都必须要很务实 在自己的经营企业上面 我们也必须要教导每一个员工 让他要一步一步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 所谓的扎扎实实或者说认真 很多时候其实程度都不一 当我开始来面对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必须要为员工伙伴 还有社会负责 同时呢 我们也必须要告诉自己 我们必须要一步一脚印的去堆叠 学习了这么久的经营哲学 我们也知道 没有了今天 你就不要想要计划明天 特别是当我们自己企业有一点小成功的时候 你说要叫他继续坚持 你说要叫他认真 我觉得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想要努力不懈 其实要有办法去面对所谓的困难 还有挫折甚至成功 因为成功也是一个所谓的阻碍 有些人就说反正我赚了第一桶金了 但是你的成功 你如果把它放到这个产业或者说一个国度 事实上是很小的 所以如果每一个企业领导人知道自己的成功 其实永远是很渺小的 那这个企业领导人他就会很积极 他就会清楚要真正的扎实做事 所有伟大的成就 其实都是来自于每天简单的成果的堆叠 所以各种不同的成就 不管是成品的研究也好 或者说企业规模的逐渐的扩大 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累积 但是呢我们当然必须要设定我们自己企业 或者自己的目标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给自己目标 但是你如果没有回到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努力 你必须要坚持 这样才能真正的累积 所以我想今天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跟人心 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的思维跟意识都很清楚 同时身为企业领导人 带领了这么多的企业员工 必须要成为这些员工的楷模 不管是你现在是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你回过头来 你的年龄过去的每一天 到底都过得怎么样 如果每一个员工 甚至每一个企业主 都会这样来思考的话 这个公司一定会非常扎实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